这绝对是最惨的女主 因为没有异能 就被继妹当作奴仆使唤 在这世界上有少部分的人拥有异能 是相当稀少又珍贵的存在 女主美是出生于异能者名门 她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 而父亲没过多久娶了一个后妈 并且生下了妹妹香烟 至此之后 美是在家里的地位跌落谷底 香烟过着养尊处优的大小节生活 只因为茶炮的态色 妹妹便对美是破口大骂 后妈眼中也只有宝贝女儿 硬是要贬低美是跟香烟茶太多 就像她的母亲一样笨 在这压抑的日子里 美是有一个心灵上的救赎 那就是青梅竹马姓慈 她是对美是唯一友好的人 带来了点心与美是分享 今天她是陪同父亲一起过来的 听说是要讨论和亲的事 晚上 妹妹即将要去女子学校 想要买一套新的和服 父亲一听 那不如多买两三套吧 三人和乐融融的气氛 似乎没有美是插足的空间 这时父亲叫住美是 吩咐她后天早上一定要在家 美是除了答应也不能怎样 她就像个庸人生活着 根本不可能会离开这个家 这天妹妹正要出门订做新和服 看到满脸脏兮兮的美是 还不忘调侃她简直是家里的耻辱 这天性次再度拿着甜点来访 但是态度没有以前热情 将点心递给美是便转头离去 没过多久美是就被父亲叫去 美是站在镜子面前还不忘整理仪容 明明知道不能期待 心里还是抱有期望 然而当她打开门 性次根本不敢直视美是 父亲宣布为了家族未来 要将性次招进门做女婿 而作为她妻子的人则是妹妹 只限妹妹露出得意的笑容 其实美是心里也很清楚 一直以来她都像庸人一样生活着 又怎么可能与人结婚 下一秒 父亲却要将她嫁到酒堂家去 据说酒堂家的主人青霞是个很恐怖的人 已经有多任未婚妻被解除婚约 妹妹则一脸看好戏的样子 父亲要求美是立刻收拾行李 明天就前往酒堂的宅子 此刻外头下起了雨 美是来到被砍掉的樱花树前 这是母亲留下的樱花树 每当她失落的时候就会来到这里 心灵总是能获得平复 这时性次走来向她道歉 都怪自己的无能才会有现在的局面 她与妹妹的婚事是父亲亲自决定的 而美是将来会嫁给哥哥 性次对于美是有着无限的愧疚 美是并没有恨她 认为只是运气不好罢了 声音的源头正是妹妹 性次想说的话吞回肚里 最后美是感谢她一直以来的照顾 说完便转身离去 傍晚女佣帝来一件花核服 父亲希望她穿着去酒堂家 据传闻酒堂青霞是一位冷酷无情的人 之前的婚约对象都逃走了 过去后一定要小心行事 女佣注意到她的行李很少 因为母亲的遗物多半都被家人扔掉 她能理解美是难受的心情 于是为她准备了明天上路的伙食 看着那么花俏的和服 美是感觉不适合自己 隔天美是离开了居住已久的家 踏上前往酒堂家的路上 穿越了树林终于看见了酒堂家 没想到酒堂家的宅子比她想象中还要朴素 开门迎接她的是热情的庸人李江 随后将她带到青霞面前 美是低着头向她行李迟迟没有起身 庸人让她抬起头来 美是却被眼前的青霞给惊呆了 她封闭已久的心再度转动了起来 这么漂亮的人她还是第一次见到 青霞要求美是 必须对自己言听计从 要她出去就出去 就算要她去死也不得有半句怨言 面对态度冷酷的青霞 美是还以为会被挨骂 甚至做好了被赶出去的心理准备 她一定是认为 自己是翟森家的女儿必然拥有一能 当年父亲测试姐妹 是否有见鬼的能力 妹妹看得见鬼 所以必定拥有一能 美是则是什么都没看见 从此父亲的眼里只有妹妹 继母也把美是当作没用的存在 家里的人都在背地讲她坏话 就因为她没有觉醒异能 看着妈妈被砍掉的樱花树 美是认为自己就跟樱花树一样 美是醒来才发现是场噩梦 她早已离开那个家里 为了让自己在这家派上用场 早早就起来为青霞做早饭 李将见状很是高兴 一直以来都是她负责少爷的起居 不过她已经是满脸皱纹的老太太 美是能过来帮忙真是太好了 李将告诉青霞 今天的早餐是由美是亲自准备的 青霞让美是坐过来 只以美是短暂的吃惊 青霞就认为她在饭菜下毒 说完便起身走人 留下不知所措的美是 本来以为这种做法是好的 没想到却变成现在的局面 青霞的工作是对一特殊部队的队长 所谓的异能 是指灵魂中寄宿的潜在能力 在这个国家便有异形的危险存在 当异形出现的时候 能对抗其威胁的独一无二的力量 便是异能者 如今异形的出现越来越少 新人疑惑是否连出动的机会都没有 只见青霞释放异能射穿远处的剑拔 也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 对一特殊部队出动的机会也逐渐减少 不难想象当事件发生后 会产生多大的危害和混乱 属下看出青霞今天心情不好 青霞想到早上李将说的话 她认为美是不是会下毒的人 这让她心情莫名地烦躁 与此同时 美是心想青霞果然如传闻一样 或许她已经无法继续留在这个家中了 美是为早上的事情向青霞道歉 是自己做了多余的事情 晚餐都有李将做准备了 她只负责端过去而已 发誓并没有下毒 而青霞也不是真的怀疑她 只是当时不想吃不熟悉人做的饭而已 晚上美是守在青霞身旁 青霞发现饭菜有些凉了 美是马上道歉 青霞让她别动不动就道歉 道歉多了 诚意就少了 问她为什么没有晚餐 莫非是李将没有为她准备 美是赶紧解释 是自己没有食欲 看着美是为难的表情 青霞也不多做追问 吃完后美是想要帮忙烧热水澡 然而青霞回绝她的好意 比起慢慢生活等水热 她都是用异能直接加热 这样会更加方便有效率 没有异能的美是 甚至不能在这个家烧洗澡水 觉得自己一点用也没有 傍晚美是在清理打扫 青霞在门外叫住她 很抱歉今天没有吃她的早饭 提到李将明天会晚点过来 早饭就拜托美是了 当然如果美是真的下毒 她可不会轻饶 又说洗澡水还是热的 趁还没凉赶紧去洗 美是这才发现 青霞其实是个温柔的人 晚上美是梦到 小时候妈妈的遗物不见了 认为一定是继母拿走的 不顾庸人的劝阻 就想去要回来 可继母怎么可能会承认 看到美是留着母亲的梳子 狠狠地用脚给踩坏 甚至把美是关进小飞屋 那时庸人为她求情 结果遭到解雇 至此之后美是再也没见过她 幸福 添一辆美是开始准备早餐 李将因为有点担心 于是便早早过来了 当得知是青霞想吃美是的饭 觉得少爷真是别扭 但美是并不是这么认为 担心像他这种人做出来的料理 青霞真的会吃下去吗 虽然美是也准备自己的早饭 目光却都放在青霞身上 只见青霞尝了一口味增汤 美是太久没有这样被夸赞过 滴下一颗颗的眼泪 青霞问她为什么要哭 美是才意识到自己哭了 她注意到美是身材销瘦 和服破旧到连旧衣都算不了 让人觉得她平常的生活十分困难 根本不像魏明门小姐 她吩咐李将暗中观察美是的生活 自己则从外面主守调查摘森家族 这还是李将头一次看到 少爷对未婚妻这么感兴趣 至今未止的未婚妻 不是贪图权利就是金钱 李将觉得美是绝对能做少爷的妻子 另一边 美是的父亲正和性次的父亲通话 电话另一头发出不满的抗议 不是说好美是要交给他们陈石家 美是可是继承了薄人的血脉 怎么就这样进了酒塘家 接下来剧情将会如何发展 关注我掌握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输人